大家好 我是台灣生物產業協會理事長李中熙 我認識訓練其實很久了 應該是在2001年 有一個國際的華人研討會在美國舉辦 那我是co-organizer 當時我就找了蔡董事長 去當我們其中的一個speaker 那他是當時以化工為專長 又投入生技領域最年輕的一個speaker 後來呢 我記得也是2003年左右 Chris邀了Minnesota大學的一個 全世界的幾代學遺址的權威 就是Professor John Wagner 那他來台灣跟訓練討論一些合作 Chris就邀我去一起去參加 我還記得在紫騰爐做了一個下午 討論一些事情 所以之後我們就有更多密切的來往 一直到最近也有很多的機會 我們都一起在推動 譬如說一起推動精準醫療 那他也是我們精準醫療協會的理事等等的 所以我跟他認識有相當的時間 印象非常深刻 對訓練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蔡董事長 這個公司呢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覺得發展得非常順利 特別不容易的就是說 不斷地再去鋪陳對未來很有潛力的這些科技 譬如說幹細胞 譬如說很特別的就是像這一次的這個特管幫 推出來的細胞治療 跟我們原來訓練的業務的一個基礎 是可以很容易可以發展的 不管是再生醫療或細胞治療 我相信將來都有很多的機會 特別是原來我們訓練 是在做嬰幼兒的一個健康 從這個進入細胞治療之後 我想他可以不斷地擴展到成人 到家庭 更多人的這個健康都會有一些貢獻 能夠受惠到更多人 加惠到更多人 所以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 訓練的眼光跟他的前瞻性 祝福訓練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業務真正日上更上一層樓